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那我们今天谈一下2024年的太阳星化季 到底对全世界有什么影响 好 我们看到上半年的问题一直浮现上来 包括政治的变革 国家的变革 还有战争的变革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世界都在翻转当中 而这个翻转还包括了很多的天灾家人物 下半年到底会如何呢 我们今天好好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好 震撼的揭露 我们来看一下2024年你必须要知道的 甲层太阳化季前所未有的影响 经济政治与环境大地震之类的 好 经济崩盘 财富大洗牌 政治动荡 权力重组 这些都是在2024年可能继续发生的事情 但是现在呢 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的政治角力权力冲突 以及更多的国与国之间的一些厮杀 那接下来到底会如何呢 我们继续看 好 太阳星是指挥董事的一颗星 个性热情激起坦率之间 很容易被误以为是开创星 太阳星古来称为贵星 富贵之星 又称中天地星 就是中天的祖星 与指挥星地位相弱 但特质不同 所以太阳做命的人 它跟指挥星是差不多的 指挥呢它是一个皇帝星 就是中天之祖星皇帝星 那这个皇帝星呢 跟太阳星有什么不同呢 当然有不同 太阳是很每天都好动的 每天都分分秒秒在震动的 而且它散发出的光芒 是照耀整个世界 好 包括很多的星球 都需要太阳光来照射 我们可以看到呢 水星金星地球 火星天王海王明王星 都是如此 还包括土星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太阳星能言善道 比指挥善于激励士气 太阳星是一个热情的星 所以呢 他对每一个人的态度呢 都是非常的激励热情的 他不怕被打倒 太阳星他有个特质 就算了狂风暴雨来袭 他还是要屹立不摇的站起来 是很好的意见领袖 指挥星则比太阳星善于领导 是身体力行的行动领袖 一个是意见领袖 他张嘴巴很厉害 然后呢他出的意见都非常好 所以呢 有时候你听听他的意见呢 稍微思考一下 那指挥星不一样 指挥星他是一颗呢 很会领导人的心 他比较沉稳 比较内敛 而因为呢 他比较孤傲 所以呢 有很多事情他在心中盘算 太阳星是什么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事情他发现了 他就马上会讲出来 所以呢太阳星常常会得罪人 而不自知 来我们继续看 好太阳 他代表是语文政治 外交作家 演员 百货业 旅游 航空 科技太阳能 火箭火的行业 那我请小朋友take给大家看 你就做了这些行业嘛 那你今年 可能会有很好的机运 但是也有可能呢 失败的机会 我们继续看 好太阳星代表 医师哲学易经 若加天行 刑警 特务 调查云 贸易官员 这些都属于太阳星 太阳星他比较容易呢 得到呢 很多人对他的支持 所以呢 他虽然他的意见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他这张意见呢 他这张嘴巴的意见呢 我们要好好的听取 如果太阳星呢 能够给予呢 这个工作上职场上 或者个人上的建议的话呢 真的是大贵人一个 来接下来 好太阳是一颗热心积极的星药 象征尊贵的象征 有其威严与傲气 凡是容易强出头 尤其喜欢距离力争 充满正义感的保护者弱势 他会保护弱势 比如说他对弱势团体 弱者 他会给予他们的 大力的支持跟资源 只要有问题 要请教太阳的时候呢 绝对是请郎享受 广结善于乐意服务大众 但由于过分热心 容易招摇 反而容易得罪人 精神压力也会比较大一点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 太阳星是一个好动的星药 因为它分分秒秒都在动 你看到我们天上高挂的太阳 就是什么 它分秒都在叮当 它虽然是一颗恒星 但是呢 因为很多星球绕着他走 所以他的这个 说服力是很强的 而且呢 他对于照耀大地 这件事情呢 他是不予余力的 好那么总有一些 远大目标的阶段性目标 如出国啦 在海外资产等等 而这往往要耗取不少的 心力跟金钱 这也便是他 让他储蓄的动员动力喔 他为什么要赚大钱 他就是我要到海外投资 我要在海外设厂 我哪里的这个工厂呢 要开多大 然后呢我可能呢 除了在亚洲布局以外 到美国到欧洲全世界去布局 他的布局的心态是非常强烈的 而且呢他因为好动 所以他对那种未知的事物啊 他会不断的去寻求 去探索 所以呢太阳星呢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 就是他喜欢绕着太阳走 绕着地球走 这太阳就绕着地球走 所以呢有太阳做命的人呢 他其实呢他喜欢全世界跑 而且他一定要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事 好那但是一向热情好爽的太阳 也常会因耳根子太软 而不得不先挪用他的目标机器 一次两次还好喔 但久了可能会忘了初衷 变得虎头蛇尾喔 所以太阳化季的时候呢 他会虎头蛇尾 千千万万要记住一件事情 刚开始很热情到后面 哇怎么没有达到我的预期目标 或者呢我投资太大了以后呢 我的原动力就减弱了 然后呢我的钱回缩太慢了 然后所以我对那个海外的投资呢 又开始不感兴趣了 那即便投资的下去 他有时候要想办法去改善 所以他用人为财是很重要的 但是他常常忘了这件事情 是用人为财这件事情 常想我的决定是对的 我的意见是对的 但是呢你的意见跟决定呢 要下面去帮你执行 好接下来 好太阳心个性呢 叫不拘小结 醉意被漂亮美丽秀气又好心 常个性叫保守的异性吸引 所以呢太阳心他的个性 是属于不拘小结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除了这个以外呢 他有一颗善良的心 可是他们很愿意为对方 散发阳光热情的 很出众另一半是否为重信守诺的人 他一定要对方跟他一样重信守诺 而且他扶持弱势不予力 如果你爱心不够 他可能不会跟你交往太久 好正义感十足的太阳门 是无法忍受看到弱小被欺凌的事情 发生在自己眼前 太阳心的人慈爱之心照亮别人 他们非常愿意呢 这个虚守做公益造福人群的 所以你要做公益的时候 找这个太阳心的人 他一定会愿意乐意的来帮助大家 来 接下来 好 假成太阳化季呢 全球经济受到巨大影响 企业将面临极大的决策困境 投资跟扩张计划可能会放反 股市与商品市场的价格巨变 股市和商品市场价格将经历的 非常大的巨变 好 这些巨变的话 我要讲一下 因为太阳化季的关系 本来拟定好的一些方针 一定好的一些事项 合作的伙伴们 经常都会为了呢 没有办法达成目标而炒翻天 所以这个太阳心呢 也很容易呢 动怒的哦 你不要以为 动怒的时候就是 秦始多鱼 他有时候一动怒起来 不出太阳了 他就来个狂风跟暴雨 你想想看 如果你在这个太阳心底下工作的人呢 要有特别注意 而且呢 他对你所有的计划 他会发想 这个到底适不适合国际性的发展 如果不适合国际性的发展 他会告诉你 你的格局太小了 要不要来赶快改善一下 就会这么起来 接下来 所以呢巨变是经常有的事情 尤其今年是太阳化季年 太阳化季呢 我等一下会好好跟大家解释一下 下半年到底怎么因应这个太阳化季呢 好我们上半年呢 是走天干 下半年走地支 那天干跟地支之间呢 他这些摩擦 或者这些合作 都会产生一个极度的积极效应出来 你要知道太阳心他是不会停的 他的思维不会停 他发生的事情 他说我要看到效果 那太阳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他要立即看到效果 所以他的 其实他在做事的行动力上面 是蛮快速的 那这种快速也让下面人有很大的压力 来接下来 全球政治呢 跟社会也备受影响 全球政治格局的大地震呢 美国总统大选与国会选举的激烈竞争 欧洲政策分歧与不稳定 中国加强控制与稳定措施 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又升级 台海战争也升级啊 不只这样子 亚洲的台海战争也升级了 所以这个政治的分歧呢 会越来越激烈在下半年 而且他是实质的效应 为什么 第一次他讲的是实际生活上的 这个实质的效应到底会引发什么样的一个 让我们措手不及的一个方式呢 来我们继续看 好环境跟气候的影响 太阳化气对气候的潜在影响 极端天气自然灾害 台湾南部大云水影响之大 环境保护面临挑战 而且呢现在呢全球呢都在减碳 而且要付碳税了 那到底是付碳税好呢 付碳税很多人不怕啊 因为有钱的国家根本就不怕 好我继续生产我不该生产的东西 然后呢把这个天空呢污染到 大家都快受不了了 那这因为极端的气候呢 使得海洋的温度一直在提高了 现在全球的温度已经提高到1.5度的同时呢 也代表着人类居住的环境越来越恶劣了 好我们可以看到呢 一天可以下一年的雨量 你就知道这个环境有多恶劣了吧 台湾南部淹大水了 好那这个台风呢也让我们呢 感受到它威力无穷啊 这个气候的变迁的威力真是无穷 来接下来 好假成太阳化剂对于你的健康呢 事业健康情感各方面 不同生肖的详细分析 如何在下半年应对挑战于抓住机会 好我们来看一下 太阳化剂的年我先再讲一下 其实太阳星化剂 它是属于能言善道的 那它也是指挥朵树里面一颗很积极热心的心 那我们来看下半年 下半年从哪里开始呢 下半年从农历六月就已经开始了 新卫月 那就农历六月 那农历七月的话是妊娠月 农历八月的话是鬼舞月 我在之前没有讲的这么详细 那今天要特别好好的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回的话呢 再来就是甲旭月的农历的九月 好甲旭月太阳化霜季 好那接下来就是国历的十月 那个农历的九月就国历十月 接下来是乙害月的什么 农历的十月就到了十一月了 好那这个乙害月呢 到了丙子月的话呢 到农历十一月就国历的十二月 好我们先讲下半年 下半年从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月 到农历的十二月呢 是什么呢 丁丑月 丁丑月到2025年的一月份了 好那这我们讲农历的 所以呢一定会延伸到明年的一月份 这些运势 十二生肖里面呢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十二生肖里面呢 除了呢 今年犯太岁的生肖 那就是属龙的 属狗的 属牛的 以及呢 属羊的 还有一个属兔的 这五个生肖 在下半年也要特别小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 农历六月开始呢 属狗的正冲 农历 因为属牛嘛 在羊的位置 属牛的正冲嘛 那农历七月呢 属虎的正冲 农历八月呢 属兔的正冲 又上榜了 属兔的又上榜了 那农历的九月呢 农历的九月是属龙的 属龙的正冲又上榜了 那农历的十月呢 是属蛇的正冲 农历十一月属马的正冲 农历十二月呢 属羊的正冲 我们先讲一下 属羊的 属龙属牛属羊属兔 这四个生肖 在下半年都有一个正冲的月份 那刑客之间呢 就是说我们正冲 当然会冲出 不是美丽的浪花 可能冲出一些 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灾难 所以呢这四个生肖 真的要非常的谨慎跟小心 那么上榜的生肖呢 还有几个 属虎的属蛇的属马的 这三个生肖呢 在下半年也要特别谨慎 好我们来看到属马的呢 他今年的四月宫呢 关露宫落在属狗的位置 属狗今年犯太岁正冲 所以呢他总是有很多很多 不为人知的压力 因为呢好像呢 有点施展不开来 为什么狗的位置是在续宫 续宫的话就是被包住了嘛 他有点好像龙困浅滩 然后呢这一条龙呢 不知道怎么飞上去 就整个呢困在那个窟窿里面 他这样的情况呢 会一直要到农历九月 才能够打开天 这个天盖喔 这个天平盖要打开来 要到农历九月 所以他必须要忍受呢 农历七月八月九月到九月份 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所以属马的朋友呢 要特别的谨慎 这两个多月的投资 各方面都不要有失误 那另外的话 属虎的农历七月正冲 属虎今年呢 本来就有很多不好的心 在他旁边 就是缠着他 围绕着他 那属虎还好有个露存心 这个露存心呢 在他的本命里面呢 流年的本命里面呢 对他的帮助不无小补 就是说他至少呢 在努力之下呢 用对方法还可以赚到钱 那还可以赚到钱 但是呢 他会有时候会觉得 压力被制的原因是因为呢 他投资过大了 回收太慢了 因为呢全球的经济 并不是那么稳定跟好的同时 所以呢属虎的 要特别谨慎在这个部分喔 好那接下来呢 属兔的 属兔今年是亥太岁 亥太岁的公子 他农历八月就正冲了 八月正冲的时候呢 这个呢 包括冲到他的人际关系啦 钱财啦 工作啦 以及呢 冲到他的爱情运喔 这可不是 非同 这真的是非同小可 所以属兔的朋友 要特别小心喔 在农历的八月 有正冲的一个态势 好那么农历九月 属龙的又来了 到了农历九月呢 因为属狗的位置 正冲属龙的 所以属龙的 今年除了饭太岁 农历九月是他可能 人生当中八月九月八月是六合嘛 那九月是他可能要 更加替利自己的月份 农历的九月 国历的十月喔 所以属龙的朋友千万 误掉以轻心 不要太过大意喔 好接下来的话呢 农历的十月呢 是以害月 以害月的话是 等一下我先讲农历的九月 九月是双化季月 双化季月代表什么 政治的变革 人心喔 思变 然后呢 整个气候变迁更严重 接下来呢 这些呢 会影响到我们经济的变化 经济变化呢 太阳化季喔 天空飞的 地上走的 还有海上横行的 好 那简直就是让我们 瞠目接舍 会发生很多很多的 大型的灾难 努力的九月 要特别的小心 好 东西方国家都一样 尤其是东方国家 要更谨慎 如果不小心的话呢 台海战争可能 就会插枪走火 我们可以看到呢 南海现在呢 已经呢开始有问题了 现在 上个礼拜就是开始有问题了 那么 接下来呢 美国在大选到11月喔 所以呢 这个情况之下呢 美国能不能自顾不暇呢 会不会自顾不暇 有可能 所以呢 农历的九月呢 是整个呢 全球变天 双变天的月份 农历的十月呢 看不到月亮呢 走在路上 好像漫无目标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样过日子了 当然有钱人 他伤害不大 但是呢 在中下阶层伤害就很大 为什么 工作职场上的问题 钱财上的问题 家庭上的问题 都在在的影响着 在农历的11月 这个时候呢 要有一个呢 真正能够呢 让全世界呢 对他幸福的人呢 出来领导这个世界 否则的话呢 很难有好的改变 太阴化际 日月无光 流年上面呢 日月无光 当然会影响到 我们的生活形态 以及我们生活 所有的巨细民意的事情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喔 以前呢 古代的皇帝呢 他一旦碰到呢 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 不是大缺粮 要不然就是 發生大灾难 就是 战争 内战 所以呢 2024年的农历9月加10月呢 内战开始 内战加上外患 真的会非常之麻烦 好 当然 我们可以看到了 像这样的态势呢 会不会走向一个 比较呢 温和的方式呢 我觉得非常困难 而呢 我等一下会告诉大家 股市房地产要特别小心了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是农历的11月 伯历的12月 丙子月 联真化季 联真化季代表什么 政府官员为官私职 很多国家的官员为官私职 也有可能呢 是什么呢 被搞下台 被枪击 所以呢 从农历的9月到11月 到12月 都有可能 还有总统级的人物被暗杀 那么呢 黑枪泛滥 联真化季是什么 打官私打到 大家都抓狂 所以干脆来两枪 来五枪 来十枪 慘不慘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到12月更慘 聚门化季 整个呢 锅盖都掀开来 聚门是什么 是非天天有 让我们呢 非常精爽 而且呢 12月我要预演一个 大地震可能会来临 所以我很担心的是农历的12月的大地震 这个地震呢 可能就不是那么单纯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整个世界的变局是非常之大 好 你们一定说我报 报忧不报喜 有喜的部分吗 有 等一下会告诉大家 淡化季呢 是联真化入 联真化入 联真化入只要是 你是正派的官员 你一定会受到大家肯定跟爱戴 联真心呢 是你对政治的变革里面呢 他有一定的贡献 好 这些贡献呢 代表对百姓呢 有福祉 所以呢 政府官员呢 如果你是一个呢 能够对百姓有福祉的人呢 一定会得到大家呢 百分之千的 百分之万的支持 好那么呢 破均化权 破均化权是什么意思 破均化权代表改革 破坏以后呢 再重新重建再改革 那重建以后再改革代表什么呢 如果呢 破旧不堪的 已经 已经呢 那个已经 让大家呢 觉得呢 这个政府里面啊 官员里面啊 或者有些东西呢 那我们已经 还有金钱上面呢 让我们觉得 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那些窝措事情 如果没有改革的话 政治人物很难生存下去 那么在政治上面是如此喔 全球都一样喔 不包括台湾 包括台湾 好 那包括中国 包括美国 包括欧洲国家都一样 好当然 东南亚国家也是如此 好那接下来 还会发生什么 五曲化刻 五曲化刻是什么 美其名就是什么 很多上市柜公司呢 开始有很多假账出现 擦脂抹粉 所以你们在买卖股票的同时 或者呢 买基金的同时 真的要把罩子放亮 太阳化技是什么 知名了 看不清楚方向了 你像喔 我们的股市 跌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你就知道 大家是吗 大家一股热情往上推 然后呢 那些呢 推到上面的那些大户呢 开始搜刮了 割韭菜 小老百姓就惨不忍睹了 看到了没有 我在之前都一直在警告大家 好 那这个事情还会继续发生 在哪里会开始检视到 农历的十月以后 你就会发现 哇 惨了 我投资错误了 我觉得它会涨上去 结果它跌下来 看到了没有 一直往上涨的股市呢 是让你灰头土脸的开始 让你呢 上进家产的开始 也可能让你呢 把你的退休金都 挂上去的开始 打挂喔 不只腰胆 要特别小心 那接下来 乌西化科呢 就是说 在军事方面 大家都美其民说 啊 就修肌肉 化科嘛 就是我要展现我的实力嘛 然后呢 每一个国家都说 哇 我有多好的飞机 我有多好的船舰 我可以有多少的 多少枚的那个核弹 好可怕呀 可不可怕 当然可怕 大家在修肌肉 然后呢 他的破坏性是超强的 但是呢 如果你是真才实学的人 你在这个时候呢 你反而得到大家的尊重尊敬 以及呢 得到世界的认同 所以 下半年是两极化的 一面往下滑 一面往上升 拉锯就开始差距很大 你是属于哪一类的人呢 如果你是属于那种 基础非常好 然后呢 物物实实的 往上升的人 就像土象星座 金牛啦 摩羯啦 处女座啦 处女座虽然有点龟毛 但是他是很务实的人 那这样的人呢 就容易呢 在他的职场上面 以及工作职场的钱财上面 得到大家对他的肯定 国际性的也是如此喔 尤其是官员们也是如此喔 好 那接下来经济面来看的话呢 我们继续看 好 经济面的话 我们先来看喔 刚才讲到事业 经济面来看的话呢 就是说我刚才讲过的一件事情 不要呢 以偏概全 不要以为呢 这个跟对 跟对人就一定赚到大钱 现在人呢 不能够尽兴 大家为了生存 很多人呢 都开始呢 怎么样 做表面功夫 五曲化科就做表面功夫 我刚才讲啊 藏做假的 当然 很多人就会做表面功夫 这样大家了解 到了农历的十一月啊 你知道到农历十一月是太阴化季 晚上开始呢 掉眼泪了 钱不见了 工作职场问题大 然后呢工厂 兵营呢 钱财 缺钱 缺单 这会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下半年呢 到底呢 恶务战争 会不会结束呢 如果是 民主党 贺锦丽当选 肯定就贯彻呢 拜登的意志 拜登的意志就是继续支援 如果是川普当选 那一定嘎人而止的战争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 就是呢 我们在这个2024年下半年呢 看要选择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 台湾的政治呢 也是呢 如此 如果呢 对百姓有贡献的政府 百姓有贡献的市长 对百姓有贡献的总统 我相信未来 一定会得到大家对他的支持 如果不是 那肯定呢 要受到塌坏 以及受到打压 好 我想呢 在2024年的下半年呢 每一个人在情感上面 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要知道一件事情 冥王星要到10月中旬以后 才会退场 10月中旬以后退场呢 接着下来12月又水星逆行 所以呢 其实好的时间并不多 并不长喔 大家记得喔 好 那所以呢 政治的角力也好 经济的角力也好 或者国与国之间的一些 互相呢 攻击也好 都会在下半年 让我们看得触目惊心 接下来呢 你如果做对行业了 你就会赚大钱 我刚才讲过了 未来呢 就是 呃 为官的不能失职 因为到联征化祭的时候 到农历11月 联征化祭是为官失职 要被官 那当然呢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整个的政局影响的经济 那如果你是属于做那种 外交啦 演员啦 百货业啦 旅游啦 航空科技 太阳能 火箭 火的行业 都会慢慢好起来 都会慢慢好起来 那如果你是做官员的 你自己要 检视自己的行为 跟未来的人生的方向的发展 否则的话呢 都是短暂的什么 为官之道理 我想呢 今天呢 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那么 太阳化祭是一颗呢 让我们 要特别小心的一颗星 那么呢 下半年 在升的位置呢 任升月呢 股市跟经济上面呢 大家真的要非常的谨慎 所以呢 银行生意会越来越好 借贷人越来越多 那你以为呢 房地产会好吗 我先讲一下 回五月的话呢 黑色的水呢 黑色的水呢 下面全部都是黑水 代表什么 代表 你看不见的 那些龌龊的事情 会非常之多 而会被掀开来 好 那假旭月 太阳化霜机 惨 这个时候呢 不是 不是一件烂事情 而是double 每天都会看到 每个月都会看到 那所以呢 在那个农历的九月啊 所有的事情都被引爆开来 农历的十月呢 很多人呢 真的是不知所措 遗害月呢 如果你是一个呢 很稳定的 然后呢把你的工作做得很好的人 而且你又做对了行业的人呢 将来在农历十月以后 反而会比较好 反而会比较好 好 所以呢我跟大家讲解的很清楚 我很害怕是农历的十一月跟十二月 这两个月 有很多官员呢可能被搞下台 所以呢台湾会有什么 罢免啊 一大堆乱七八糟的 然后呢 那连真话记载 就是解释你以往的 你所做过的狗屁刀招的事情 比如说 诈欺诈骗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贪污 这些呢官员 大家互相攻击 而呢造成政治更动荡 台湾也要小心 那么擦枪走火的事情 可能在十月到十一月 农历的十一月 就国历的十二月之间发生 2020年最恐怖的两个月 是在下半年的农历十一月跟十二月 巨门化即 恐怕引爆台海的擦枪走火 好 这也是一个大地震的开始 我想呢 我们不希望见到这样的事情 也希望呢 大家好好的省思一下 你在追逐权 能力跟金钱的同时 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这才是我们要解释的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帮韩晓老师按赞 分享开订阅下小铃铛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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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